如果我有偷拍影片的話 你只要拿出來 我一槍斃命 李正浩偷拍門爭議在澄清 不過現在有人質疑 李正浩所拿出的判決書自清 與相關臉書證據 都是在迴避這個官司 我們現在覺得有誤導四天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一直在拿105年 他與方丈案的判決書勝訴 來講說他沒有偷拍 直指李正浩所提的一審二審贏 是因為與方丈的民事訴訟 爆料案才勝訴 而關鍵點就在2017年的妨礙秘密官司 女方出庭承認有收到騙 也承認被偷拍 只是選擇撤告 因此才不起訴 強調絕對沒有偷拍影片 不過在二審的判決書裡 李正浩與前女友的對話記錄 只見李正浩口氣直說你不要惹我 有一天那些影片自然會消失 我這輩子沒傷害過人 你是第一個 女方回應 你真的沒有把影片給別人看嗎 難道是用秘密影片做威脅 106年他的不起訴書裡面 女方所收到的這個影片到底是不是事實 因為他一直迴避這個問題 你這種說話的方式 你是不是應該出面道歉 我已經被爆料了 我已經成為受害者了 真正的性別平權 你們不要假設男生是錯誤的 李正浩在澄清 不過民進黨立委賴品宇也發聲 提及性別平等課題 民進黨必須拿出更高層次的道德責任 建議中央黨部釐清真相審慎檢討提名策略 碰到性評議題誰也不敢情情帶過